丁丁波 有档布又有像馆 我跟你讲 陈丁波有一幅画 他那幅画是中间是 是一个大道 后面是喷水源碗 他就是画这一个景 这个景 这个景就是有一个照相馆 的那一个景 旁边还有人买 旗那边的 毕竟 我们9月29日 都会带你去看那个店 在哪里 我会讲这个店 所有的人都去这里吃过东西 我带你看出哪里 林聪明 他这个人是谁 林聪明 再看一次 颜柯 郑山颜柯 隔壁就文化路 这条是中正路 这边是文化路 郑山颜柯 后来林聪明 林聪明在比较后面了 他就是在前面白搭 他以前 他在做漏皮搭的裙 后面膜又在 就同一家 他把他拿起来 他特别去阁楼找这块牌子 找不到 他自己觉得很可惜 然后呢 这条路 这条路就是 这条路就是中正路一直走走走 这里就是那个西门 心中派出所那边 再走过去 再右转就是台湾服务室 所以我们到时候会来 会绕到这边 这个地方 你们应该也很清楚 你们看到这是哪边吗 不是不是 离这里也很近啊 我都挑这附近了 市政府 市政府 没错 以前还是那个人力车的时候 这条路是中山路 这是现在的 巨型停车场 被拆掉 我一句很可惜 然后呢 这边是热林漢堡 这边是那个 好像星光大佬 他比较读书人 这边是那个 台湾读书 要看那个老照片 其实 我们要认 都认那个方位的时候 都认烟囱 我教你怎么看烟囱 烟囱 嘉义最著名的烟囱 有两个地方 这个烟囱 一看 你猜是哪里的 这么大的烟囱 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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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刚才买了 他那个烟囱 他那个烟囱 因为很高 他那个地标很明显 像我太太 嫁到嘉义的时候 他的路 不是不会骑 你知道吗 他就认那个烟囱 然后就骑回家 这个烟囱 你知道他 他后来怎么倒的吗 这个酒厂都没倒 后来是 那边的 李明说 我看这个烟囱 怎么没倒 没倒 其实他没倒 你知道吗 他就开始算 什么烟囱 好像高八十几公尺 大家都开始算 说 这个倒这个方向 都倒了弯刀 这个方向 都倒了银刀 然后 他记住 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 也是很可恶 干嘛去那么短 完全不像烟囱 就要逼他自公一样 对不对 就是被拒掉 然后 嘉义有两个地方 有大烟囱 一个在这里 一个在动力室 动力室 那个烟囱是后来 他不知道怎么样 是弄掉的 所以 这两个烟囱 正好都在火车的路上 所以 有时候他们 那个时代的人 只要回嘉义 都会认大烟囱 从民小过来的 就会认 那个 制裁所的 大烟囱 他从 新营过来的 就会认九场的 大烟囱 就知道嘉义到了 这一张 这张已经是 民国以后了 大概 四五十年 那时候 他里面是一个小公园 然后呢 然后这个 里面是有那个 国府那个还在 然后有些人在那边 然后这比较特别的是 看那个公共电话题 公共电话题 公共电话题 公共电话题有点像 对啊 跟那个英国那个 有点像 好介绍一下中国妈妈 你看我妈妈 我妈那时候帮我顾小孩 你看要一边煮菜 然后我小孩 然后还吃饼干 这是我最小的那一个 所以呢 我这个书能够写完 最主要是 有很多人帮忙 就是像我太太啊 还有我 我妈妈 他们就 然后其实 我在写书的时候 其实我后来 当初要写书 其实这个写书是 其实我写这本书 其实是 应该算是第二本书 我第一本书就是 因为我那照片还没找出来 我想说我最近找一找 我母话中心那时候在讲 就是呢 我第一本书就是 当初在大学的时候 有修医院的课 然后呢 他就要你做访问 访问自己家中的长辈 然后呢 我就访问 我的我妈妈 因为 我妈说外婆刚刚过世 他就说呢 我妈妈很想念我外婆 然后我就去问我妈妈说 外婆的事啊 我就把外婆的事情 写成一本书 那本书呢 是没有很厚 最主要是要教作业用的 贴了很多老照片 可是我妈妈很喜欢那本书 他只要一想到外婆 就拿那本书来看 然后我就觉得说 嗯 其实这种文字的温度 是可以说 让一个人感动 可是后来呢 我后来 我后来呢 我后来呢 会写这本书 主要是我去写论文 因为我 后来我爸爸身体很差 就是他生心 生心生到后来 都脚都没脖子 眼睛也看我 然后手脚会萎缩 然后后来我们家 本书上去暗养院 但是不冷静 就在家里过 我们家后来买病床 在那里有照片 然后呢 后来我 因为我爸爸知道很多事情 我爸爸 其实一个人最痛苦就是 他身体已经不行了 可是他通常清楚 他记得住以前年轻的所有事情 然后在写论文的时候 正好要问我爸爸事情 就是我写的论文是有关 那个家印的观光 我爸爸是 坐 坐那个计程车的 他认识很多人 所以他都 他 有很多事情说 问我爸爸 就访问 然后有时候 有时候工的当期 也就开始讲了 说 那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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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每天他在讲那些东西 其实我那时候年纪很小 就是可能国小 还是国中 其实有时候听他讲一讲 那个记忆又回来了 然后我又再回去找 当期一部的人 还要讨问 然后有时候 有时候你要访问人家 你要做很多功课 不然人家根本不屑告诉你 就像 我去访问那个 像我去访问那个 陈诚波的家族 陈诚波老师 就读了很多书 然后去访问每个地方 你有时候跟他讲到 因为 毕竟我们这些都算年轻 三个月 可是我去访问的人 都是五六十岁以上 可是呢 你要把自己进化到 你要把自己的心变老 然后把自己的 知道五六十岁的事情 你就要开始去想象 然后去查书 去把这个东西都找出来 然后呢 你要那个频率跟他对上 你那个频率对不上 你要频率跟他对上 你说 你这年轻人 他都知道 这老贵爱的事情 他就觉得你很可爱 他就开始跟你讲很多 很多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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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不知道的事情 这是我爸爸 后来 这个是比较 状态比较好的时候 就是 后来我们就买病床 他这时候还没有插 鼻胃管 这个还算比较好 只是他现在没有 他那时候没办法走路了 我们在家里自己顾 好 然后呢 那我们 那一天 会去走的路线 我们现在 会去走路线 就是从 我目前归要是从 那个 台湾土路市开始走 我们就在这边集合 我们是早上几点 9点 9点吧 到12点 对 好 那正好走一走 正好到那个 喷水圆环 看 也要在这边解散吗 看老师 都可以 好 因为可能在喷水圆环 那边解散 看他们要吃东西要干嘛 那因为 我们就从这边开始走 那这边是那个 美阶 美阶 那这边 美阶的时候呢 其实 当初在做那个 美阶营照的时候 是那个 赖湾正校长 赖湾正校长呢 他 他当初 大概20年前 他做的 但是 当地的居民 有些东西 他不认同 就是 他这个 文渊表画店 是以前那个 普天生 是那个雕塑大师 的出生地 当初 他们的小伙伴人 在门口 才在看板 说什么 普天生故居 哪里人就没了 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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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算是没有 完全的营造起来 也是 也是很可惜 啊 其实这条街 住过很多名人 包括那个 林玉山 火化大师 连吴凤也住在这附近 可是住在哪里 我不太清楚 哈 还有那个 以前的 嘉义的 街长 那里有一个 日益时代的市长 叫街 嘉义街 嘉义街 就是嘉义市 那街长 姓苏的 王岐是苏玉 王苏玉琪 哈 就住住在那个 柔杆 柔杆 那个电器行 什么美 美济 还是什么的 柔杆 那个电器行那边 等一下下面有照片 就这个 这 这一区 这附近是他们家 哈 然后呢 然后就是 我们会从这边走过来 到这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那个 以前的 旧西门 以前的 旧的西门在这里 哈 啊 新的西门呢 在 新中派出所的门口 新中派出所现在废掉了 就是 就在那边 啊就是 这个 因为哈 东西南北门里面 哈 西门尾了最老人 尾了 他那个城在 重建的时候呢 他 他把那个西门 扩出去 就变成土啊 那 本来 本来样子不是桃子壮 哈 啊所以这个地方哈 只要是每个产本 那种 那种 土地公 他的土地公在旁边 这里 很小一间 他也是后面在重建的 哈 啊 这一个哈 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 后来 我觉得这些照片都拍得很好 可惜后来没有用 就是 是 因为后来想一想哈 他们还在营业 哈 后来他们 他们也还在 欸 这也不是个观光景点啊 哈 没有人叫人去 去那个诊所去看桌 哈 哈 这个地方哈 离这里很近 侯尔比尔科 哈 我介绍这个地方哈 是说哈 不是叫你们去观光哦 是 以后真的 哈 不舒服的时候 可以选择来这里看一次 哈 感受一下那个气氛 哈 啊这个 这个地方哈 他们擅长的是 通鼻子 哈 通鼻子 哈 这个地方是命案现场 哈 哈 什么命案现场就是 我太太 哈 大胆为什么要坐在上面 就是抱着最小的 小孩 哈 啊然后呢 这这大家有些事情都知道哈 大人就是把小孩的双手抱住 截金揉住 然后呢 这个护士阿姨把他的两个头 扣住 对不对 然后那个医生开始给他哈 弄那个鼻子啊 嘴巴啊 对不对哈 这还看不太清楚哦 我那个放大了 哈 哈 这样比较清楚 哈 这个医生哈 哈 你们叫老医生 可是我爸爸说 也是少年姨心 哈 对啊 这个是 这叫侯明府医师哈 侯明府医师 然后呢 我爸爸那个年纪哈 他叫这个叫少年姨心 所以你 他的爸爸哈 叫侯妍 哈 他们家一门重力 哈 连他儿子都出来了 他儿子 好像六十 六十七年次嘛 侯世亲 都出来了 哈 他们家一家三代 哈 都在 我觉得来这个 本送哈 好 就是来 来这个诊所 这里哈 来这些金送哈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看另外 另外一个 看不到的角落 哈 就是我刚去取警的时候 哈 这是命案现场 哈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在尖叫 然后呢 我们大阿子 在那里听得很恐怖 哈 他觉得毛骨悚啦 整个人都垮了 哈 然后呢 然后他就在 在这边哈 就是有时候取警就这样啊 其实 警测外面的东西哈 我也把它拍进来 啊 这个地方建议是他的一个厕所 他厕所也很有趣 哈 我觉得这个地方还 还蛮 蛮有味道的 这地方还蛮有味道的 哈 这是家里里面哈 哎 唯一那个日运时代留下来的诊所 然后看起来又 还蛮设备还蛮OK的 有些是看起来是很恐怖的 哈 好像有点闹鬼的那一种 哈 但这家是声音一直都不错 哈 哈 那路就是 这样哈 主要是治疗那个鼻子啦 鼻子过敏 哈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在哪里 在那个 成人街 一直走过去 那辆路叫什么路 哦 那个路缸那边 有个阿伯哈 他那自己做那个水桶 铁铁的水桶 哈 哈 这个哦 如果你要知道更清楚的 哈 我去买那个漫漫堪 不知道是第四集 还是第三集 他把阿伯哈 做那个铁铁的过程 用土解分析 哈 我觉得那个陈思安也真的很厉害 哈 然后我觉得这个 既然 铁铁铁铁铁都很厉害 我说他吃粉都很厉害 他用到薄粉 还跟你说话 哈 哈 哈 魂晒都没人过来 我觉得他们都很厉害 然后呢 那个魂晒很长很长 然后很怕 然后有些那个老人啊 还在那边炒菜啊 那魂晒都没人过来 就是做很多 这个剧烈的运动啊 那个魂晒都没人过来 然后 然后叫一一卡夫在 魂晒都没人过 我就觉得这个都很厉害 哈 哈 这个等下我们 我们那边走的时候 会经过啊 会经过这个地方 哈 真的哈 在台湾就是嘉义很很少 还留有这种店 这种店 还可以帮你补那个铁的水桶 哈 然后还可以帮你修理一些铁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蛮特别的 所以等一下就可以帮你了 这家呢 这家是那个洗店 这个是嘉义好像目前 甚至好像只剩这一家 这个师傅哈 这个文化局已经有在关注这个了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再特别去洗 这个师傅是跟那个入港的师傅学的 哦 学那个洗 洗就是哈 他是做 因为洗可以弄得很薄很薄 他去做那个上面那个银啊 或者一些很机器雕工什么的 他可以把它做出来 好 这个也在 几乎在同一个地方 啊我觉得这个地方 正常在西门那边 嗯 这个地方很厉害 哦 这个有时候我带小朋友去去买 哦 买那个 搓搓热 搓搓热啊 哦 买那个玩具啊 饼干啊 一个都二三十块啊 哦 家义这种 这种很高差别的那个饼干店很多 嗯 哦 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当时有一间哦 对 只要掉在墙壁上全部二十块 哦 那个我 他生意很好啊 对啊 然后放在桌子上的 是全部都五十块 哦 哦 我觉得 我觉得那个地方都还蛮 蛮有趣的哦 家义有很多这种 我懂的 这种过差别 但是我觉得家义有很奇怪 就是 可能你常常看哦 六干妈没有什么特别 就像我 我带那个 台北的出版社来啊 然后他就说 然后他就说 我 我特别带他去党旗 看一看 他觉得没什么 哦 有些很特别的 后来 党旗一直往外走 去那个 南田市场 他看一看说 这简直就是东南亚嘛 哈哈哈哈 然后他就说 这看起来怎么会那么落后呢 哈哈哈哈 然后他觉得很有趣 你知道吗 他说 哎 他说现在看不到 人家那种底膏 你知道吗 那个棚子啊 塑胶棚还撑起来 你去南田市场看 真的是这样 大家用底膏 把那个撑起来 我觉得那个市场很出力 那个市场那个路 全部都弯的 没一条纸的 我觉得那个市场很有趣 那个市场哦 有一家店也很特别 有一家卖早餐的 杏仁茶十块钱 在大概在中段那边 冰了 500cc的 杏仁茶 诶 十块钱 十块钱 就是我那个 我那个台北的那个出版社来 然后呢 他付完钱了 他说 诶 钱好像算错 真的啦 这样真的这么便宜啦 真的是这样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状况 那我们 会从 这边 这个后来就盖成那个 酒驾 酒驾后来就是 拆掉变这个嘛 以前的那个圈页银行 这里本来是 木头的房子 西门在这边 我们等一下 那一天都会去走 会大致上绕一下 他最后回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觉得 我的书里面 我觉得 要特别跟你介绍就是 我觉得 我 我还蛮高兴就是 那个 陈辰波的家族 就是 我有跟他表达出 我 想要的做法 就是说 我希望 这条路线 就从国华街 到中央 七彩分队室 我希望这条路线 是由 他们 自己的人 来讲 然后 我来当记录 其实 这两条路线 就是 这条路线 其实全部是 陈辰波 带的 这条路线 全部 纪录都陈辰波 讲的话 还有陈辰波老师 他的儿子 那还有他的长孙 陈立波老师 那其实我是做一个记录 把一些点给串起来 然后呢 里面这几点 搭配的都是 像这间是 雲林玛廟 后来 拆掉了 然后呢 这里 这个地方 这地方就是后来 当初得奖 就是这一个 我们看到彩色 那个不是得奖 得奖是这一个 为什么这个不见了 就是 228的时候 他送给 那个 嘉义市政府 228的时候 因为战乱 不知道什么东西 就不见了 所以这是从 我听那个 陈辰波老师的儿子 陈辰波老师讲 他们是从日本的 有个地展的名册 copy下来的 他当初的照片 就是黑白 没有彩色的照片 这条路是郭娃街 这个地方 陶景就是 以前 以前 不知道老一辈子 不知道什么印象 因为陈辰路 是个大河沟 这个地方 就是他们以前 还在做田的地方 就是那个小的水井的地方 就是还没有 后面到柏油路了 这附近就是 大概是民主路那边 唯一现在留着就是电线杆 电线杆 还跟当初画的 在同样一个地方 同样一个方向 电线杆 如果从这边走进去 是在他们的左边 当初就访问那个 陈波老师 就是陈波 他的儿子 陈黄老师 的访谈的记录 当初在访谈的时候 就是他讲解他们家 怎么被拆掉 当初这个就搞很久 所以他们家本来很大 后来被这条路 那条路 后来叫什么 我忘记了 国华街 哪里叫什么 哪里叫什么 南景街 南景街 对对对 本来南景街就这么小的 只有一台摩托车可以过 他们家 这整个本来都有房子 当初就是193几年的时候 他那个道路要拓宽 他把他们家拆掉超过一半 他们家本来店面在这里 大门在这边出路 后来呢 把这拆掉之后呢 把他拆掉之后呢 他们家剩后面一点点 买冰的这样 然后卖冰的 他们家十几坪 前面还分给别人住 前面就是他们现在在搁冰的 在那里的地方 就那边 那边有一个房间 是他们不知道那个亲戚怎么在住 然后呢 后面 后面这里 后面这边才是他们自己住的地方 那陈震波在这么小的地方 都没办法画画 那后来他 他都在后面写生才带回去 那他们家 这一楼 还有一个 二楼还有一个小小的阁楼 他当初是木造的 现在已经变成钢筋水泥的 然后当初就访谈的时候 就是 其实 听他们在讲话 有时候 有时候他们在讲话 有时候 天马行空 你知道吗 因为好几个人 因为呢 有时候希望你访问这种大咖 像那个陈仲光老师 陈仲光老师被告上回 我才三十几岁 你要是日欲时代 我没有办法跟他 跟他对上话 其实就算我知道很多 我没有办法跟他对上话 后来我去拜托那个陈清秋老师 陈清秋老师 陈清秋老师大概六十岁 陈清秋老师一直帮他们 在做那个导览解说 我拜托陈清秋老师 去帮我 帮我的忙 我就把 我想要问什么题目 通通都给他 就是说我想要问说 当初是怎么样怎么样 为什么会画 为什么要画这个东西 这个构图 这个背景是什么 把题目写给他 陈清秋老师很帮我的忙 就帮我 就等于说 他们在聊天 然后我在做记录 然后呢 我是希望说 我在这个路线里面 完全没有提到 他爸爸发生的那件事 因为我觉得 每年的228都请他出来 在讲他爸爸那件事 我觉得很可怜 对 你看 他的人生 是 发生的那件事 只是一个点而已 可是你把那个点 放到无限大 我觉得这好像是有一点说 就好像说 有时候我们在看那个鬼片 就是说有人 有人他已经死掉了 可能他死的不甘心 他一直在死掉的地方 在徘徊 一直在重复做他死前的那件事 可是我觉得说 我们现在已经 现在的时代了 灵国一百多年了 我们现在还逼 那些 陈中光老师 去想他爸爸那件事 我觉得这个 多残忍的一件事 对不对 所以 我去写这段文章的时候 都是以 欢乐 开心 去访问他 就是访问说 你爸爸小时候 陈陈波 小时候怎么带你去玩 你们小时候在怎么样 在这一区过生活 我觉得这一段 我觉得这段得来真的是不易 后来呢 我本来要写这一段 我本来要写国华街 结果呢 陈中光老师 都没讲国华街的事 因为他爸爸得奖的时候 他还没出生 他1926年得奖 他1927年出生 后来呢 他爸爸画中央喷嘴的时候 他才很小的时候 他才五六岁吧 两三岁那时候 因为中央喷嘴画了四幅画 真正最有印象的 是19四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那个陈中光老师 已经小孩子了 他去画那个嘉义公园 因为每年 就是 他爸爸很喜欢去画嘉义公园 然后呢 他 陈中光他就背那个画架 陈中光 他就陪着爸爸一起去玩 他是去那里 玩那个什么 做那个泥沙 做沙坝 玩水 他爸爸就去写生 他爸爸呢 他就写生嘛 他写生就一整天啊 然后呢 然后他 他在那边玩一玩 他要找他爸爸 根本不用画找不到 因为爸爸每次画画 就大概三四个人围着他 看他在画什么东西 但是没有人会找他 有一些 我后来就问他那个 他有一幅画很有名 就是 他 下字接紧 就是 那幅画就一个电线杆 放在中间的那幅画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下字接紧 他就纠正我 他就说 不可以这么讲 要讲字文 然后 后来我讲字文 我讲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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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然后后来 后来这幅画很有名 后来被 这是他第二次得地展的那一张 那一张作品 这张后来做成邮票 而且邮票是最贵的那一张 邮票有四张 四张里面最贵的那一张 就是这一张 就这一张 就得奖 第二次得地展的就是这一张 他这一张 这一张 只有这一张 在这个地方画的 其他有其他三张 都在别的地方画的 本来 他们那个 他们那个 陈正波基金会 他们 他们是有一个很好的想法 就是说他在哪里画 他在台湾银行画了一张 人家不让他放啊 所以他全部放在这一棵树下 这幅画呢 画的就是看过去对面的样子 就是 我现在照这个 特别照这个画的 这是喷水池 就这边 这个就是以前那个 特别喜欢用背像的 什么叫背像 就是他希望人是从这里走进画面里面 他希望引导你去看这幅画 后来我在想是不是画背面比较好画 因为你画真的要画到脸 我是用个想法 然后呢 后来是有人说 这个是不是画成那个工会堂 工会堂的样子 后来没有办法考证了 这样是另外一幅画 我们这个都会去看 就是这个是 台湾银行 然后看过去 这边是潘水石 这边有个小广场 这有个小广场 小广场就有很多划包车 划包车的地方 这里就是刚刚给你们看那个邮局 邮局在这里 邮局在这个地方 这是从中山路看到这个方向 刚刚是从那个这边看过来 他四个方向都有画 那我们都会去看 有一张黑白的 所以我就没有照了 我刚刚有特别介绍 就是介绍这一张 我刚刚说一张 有一张照相馆 这间的照相馆 照相馆 这些是不记得 我觉得我刚刚这就是处理的 这边好像是卖 好像是卖 卖小吃的 一个带的 然后呢 妈妈带着小孩 然后这看过去 这个是喷水圆环 这里有黄包车 为什么黄包车 因为后面就是邮局 邮局就需要 廣包车 这条中进楼 那个林聪明在这里 这个地方 他写生的这个点 应该就是那个 现在的嘉义邮局附近 文化路那个邮局 应该是在那个 在库亚灯浪附近吧 在库亚灯浪那一带 那你讲到这个文化路 我这个特别跟你们聊一下 文化路 文化路呢 我之前带朋友来 来文化路啊 他说 欸 那野车 可以搅拌坏浪附近 我说 对啊 它是所有的 都在搅拌坏浪附近 两菜车也在搅拌坏浪附近 他说 蛤 我们台北那个夜市都管制啊 摩托车 脚踏车都不能进去啊 我说 骑车算什么 我们开车都开进去了 然后我就说 开车开进去 他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 十点以后 没有管制可以开车进去嘛 以前 以前连那个 地上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都没有设 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 那个 以前我表哥最要求的 那时候我十八岁 港学会开车 然后我 然后 然后 我就开了高速公路嘛 我就带他开高速公路啊 因为我表哥 他已经很 很早就会开车了 好 你说 我说 塞克斯公路要选什么 你改了人 那塞克斯公路要选什么 那塞克斯公路要选什么 然后呢 我就把我爸的老爷车啊 开进去你知道吗 那时候 那个 很多那个 很多人在那边走啊 那老爷车就开进去 然后开开以前都手牌的啦 开开又熄火 怕烈他们 是要塞车我 笑的 然后就后来 哦 就满身 满头大汗 你知道吗 就开出去 那个大概在 十几年前嘛 十一年前 今天应该说正好在实施那个 单行道 单行道管车 那时候开始 这条挖路啊 开始就设一些那个 就是有一些管制啊 可是我觉得这很方便啊 可能 可能 我们在家里住久啊 像我去台北 很奇怪 常常被开发单 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开发单 就是 诶 这明明可以就直接转过去啊 路那么小小就直接转过去啊 他就说我什么 什么 红灯左转啊 什么 那我说 这转的是不是 我过来就可以了 右转的就是我过来就可以了 我都不用拆了 就是我过来就可以了 那就担心到我们也不用拆了就可以了 他 然后呢 很奇怪 我去台北 又去新竹那边 诶我会发现 奇怪 只有我们嘉义怎么 跟他交通法规不一样 后来真的不一样 真的不敢换 嘉义是全台湾唯一 只是单行道 限制行单行道 什么一个限制行单行道就是 他只限制车子 不限制摩托车 三轮车 三轮以上也限制 对对对 所以呢 你骑一台摩托车 就整个嘉义都可以骑 所以你可以骑进菜市场里面 买菜再出来 就是 就是得来数就对了 完全不用下车 不就很方便啊 诶 像我们以前在 住台北的时候 要12点吃饭 11点就来出门 然后呢 11点出门 然后呢 然后你要把车子 停一停 诶 停到两个马路外面 然后呢 我来跟朋友说 诶 你看天室 买呀买呀 很快啊 这吹的车位就不错啊 然后就开始走过去 你知道吗 诶 嘉义 嘉义多可爱 你要在这 比如说你要在这个 这家便店吃 对对 车子红线哦 直接停在门口 对对 稍稍会直接停门口啊 然后 你把头子说 欸 头子你不要买 不要买 你再来我会叫 哈哈哈 嘉义真的很可爱 所以呢 可能我在这边住久了 去外面都很 就很紧张 你知道吗 就是 有时候去台北啊 去高雄 就有时候 有时候要转弯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你们要特别注意 啊 那个 我有时候去外面 试过好几次 我去台北还有一次 我 我就觉得 我还要一次被开 一张法单 我就觉得很气 就是呢 他给我照相 然后呢 当初在抓那个 没有戴安全帽 我就觉得 嘉义都也做个样子 有的都也拿 那个帽子 不然就戴个帽子 什么 我去台北 然后呢 我就看警察 我就就 我后来就想一想说 奇怪警察 怎么可能照了我这张 他就一张照片喔 那个人很小很小喔 然后呢 因为人想到看不清楚 他又把局部放大 把放大那张照片 他刚刚到我这里锤下一个带子 把我拳起来 白账被罚五百块 喔喔喔喔喔喔 然后呢 后来我就想一想说 欸 后来 我后来 我就去问台北的朋友啊 说 你警察 你见你 怎么会拍出这种照片 他说 你不知道喔 那个警察喔 台北的警察 特别上过摄影课 他们配备的喔 不像我家一种傻瓜相机 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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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把你拎件 那种手蜜 把你拎拎拎 欸 手蜜也不算 因为设备太烂 找不到 台北全部用单眼 就是用那个 长距离的那一种 齁 所以呢 所以特别提醒齁 齁 台北的地方 要特别注意一下 齁 啊 啊 我们那时候会在那个 中央喷水那边齁 会 就会在那边解散 齁 那时候呢 你们要 看要吃什么齁 就是 你们就自理 齁 然后 我是很推荐这一家啦 因为 因为我 这一家齁 那个 还蛮古早的 有那个 布丁啊 还有那个 那个 皮啊 黑皮啊 黑皮啊 就是番茄 齁 他是用那个酱油 跟那个糖的 齁 好 今天喔 特别准备 这个 这张明信片 要送给大家 齁 因为我后来 画了一些插画 齁 大家都说 有好几个很有反应 就是呢 他们就觉得说 他们很怀念这个 文化新春 文化新春 文化新春在哪里 就是 以前这里喔 文化公园还没有拆的时候 旁边有 一宗 里面的小笼包 小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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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每天都会走过这个地方 里面 曲曲折折的 然后他们就 我特别把这个地方 弄成那个明信片 然后呢 这地方都送给 现场喔 来听我这边的 演讲的 各详细 那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有吗 有没有什么 或者是你有 有些比较特别的地方 然后你想要说 你有什么地方我还没写到的 好 我改天我再去访问 大家不用害羞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或者是 对 因为我们 9月29号 我们还有跟俊文老师 邀请这件事情 俊文老师 带我们走嘉义市区的导览 或者是说 对 9月29号的路线有问题 或者是 对俊文老师 这本新书 有什么想法 都欢迎现在 提问题 或回馈一下都可以 那我还是跟大家 就是 就是关于 9月29号 我们就是 限额20人 然后 我们现在已经 线上报名系统 刚刚有上线 那如果要报名的话 等一下就可以先报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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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9点到中午12点 那路 那个路线的话可以 确认一下 就是我们 屠宗寺寺集合吗 屠宗寺集合 屠宗寺集合 然后走到成人街吗 成人街 然后走到那个 走到成人街 然后绕回去 走那个 以前那个西门 那个 六 那个信中街 信中拍座前面那个 那个六叉路的路口 那边 然后再走 走中正路 走中正路那边过去 然后呢 那边的话 然后会去 经过林聪明那边 然后再绕回来 再绕回那个五花路 然后讲解那个画座的地方 那我就把那个 迷信片是给大家 那有需要说 有需要买书的 我帮你签名 然后留个纪念 那记住 我带相机来 我要跟你们合照 我把那个 放到我FB上面 FB最近还 学会怎么用 因为写书才开始 学会怎么用 好 一二三 嘉义小旅行 成功 耶 好OK 所以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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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